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的光复市场里头 有一家专卖豆腐卷的东北面食 总是心里满满人潮 老板娘叫李宏宇 叫到台湾已经15年了 承袭了东北的干烙做法 烙出来是不由不腻的豆腐卷 内馅有豆腐丁 高丽菜 炒蛋 还有冬粉 丰富的内馅 加上清爽鲜甜的口感 一个只卖25块钱 顾客都说物超所值 利落的快炒豆腐丁 熟练的干烙豆腐卷 一早的光复市场 忙碌的节奏一如往常 老板李宏宇的手从没停过 上门的客人络绎不绝 全都是为了这一味 我几乎天天来 因为这里的老板娘 她做东西做得精致 她是标准的东北人 所以她做出来这个北方面食 我吃得惯 因为我自己本身山中北方人 就是很神奇的豆腐 可以把它包成一卷这样子 一般来说豆腐都很容易碎掉 因为她的豆腐卷就是 其实做起来蛮特别的 特别的豆腐卷 外表像是长形的煎包 这是东北媳妇李宏宇 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 常常请朋友去家里 吃我们的东北面食 他朋友都觉得我做得这么好吃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手艺受到朋友的肯定 嫁来台湾的李宏宇 五年前决定在光复市场开店 专卖家乡的东北面饼 其中招牌的豆腐卷 是选用水分较少 豆味浓郁的板豆腐 快刀细切成豆腐丁 得先瀝干两个小时 把水分逼出来 豆腐才不容易酸掉 再经过铁板块炒 炒的时候一定要把水浴干 然后锅要热 所以下锅就可以了 它就不容易碎掉 而且豆腐一定要炒过才会香 然后豆腐不容易坏掉 不然豆腐会有 放久了会有酸酸的味道 因为豆腐是很难放的东西 豆腐卷的内馅可不只有豆腐 还有每天凌晨三点 从果菜市场批发的 高山高丽菜和白菜 加上炒过的豆腐丁 鸡蛋 以及QQ的冬粉 少许的盐巴 胡椒和香油调味 保持食材原有的鲜甜味 吃这个菜拌均匀比较重要 其实过任何馅料的时候 要拌均匀 薄薄一张的面皮 放上一大匙的馅料 别看老板娘看似简单的手劲 卷的时候可是有诀窍 我的要求就是 因为它叫豆腐卷 要把它卷起来 它的翻的力道要速度要快一点 那常常有人翻得比较慢 馅料就会容易跑出来 动作快一点 连贯下来就可以了 两边捏起像是糖果的皱褶 采取多余面皮放上铁板 改用干烙的方式 吃来清爽没有负担 我经常少油少盐 这样我觉得比较养生健康一点 因为现在人都不缺油 不像我小的时候 家里穷吃点油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它现在大家都是营养过剩 健康一点比较重要 干烙成金黄色的豆腐卷 薄脆的外皮底下 有着饱满的内馅 吃得到高丽菜的爽脆鲜甜 还有豆腐丁的扎实焦香 丰富的口感像煎包却没有煎包的油腻感 非常清爽不油腻然后很健康 因为有豆腐有蛋白质 然后又有青菜这样子 同样清爽不油腻的韭菜盒子 选用桃园大西的绿头韭菜 香味浓厚却不呛辣 加上豆腐 蛋 虾皮和冬粉 五种馅料一起拌匀 包上丰富的韭菜内馅 快手俐落地切成半月形 让馅料和面衣紧密结合 利用干烙的方式 借了面饼的油腻 一口咬下韭菜香气四溢 这种韭菜盒子都是用油炸的 我不喜欢 我喜欢用 像他们这种是用烤的 感觉就是比较健康 板豆腐入馅做成豆腐卷 还有豆腐菜肉包 这一颗颗白白胖胖的包子 外皮Q弹 包裹杂实内馅 自然散发的面香 适用天然的老面发酵 我喜欢用老面是因为老面不香味 而酵母会香味 古人是有智慧的 传承的东西要传承下去 这是我的理念 坚持老面发酵 但要克服湿度和温度 没有想象中简单 因为天气的状况 它有的时候酸碱值不一样 人对的减小了它就会酸掉 所以整批包子就扔掉了 所以我每天要看天气预报的 要看每天的气温 根据气温的状况去调节 冬天会发的会久一点 夏天就会比较快一点 因为夏天热 选用温体猪肉的后腿肉 加上新鲜的高丽菜 豆腐丁 葱叶 菜和肉以2比1的比例均匀搅拌 现在人健康来讲 不太喜欢吃太多的肉 对 然后让它粘合 有融合度就好了 就比较容易包一点 舀上一大匙嵌料 俐落包入面团皮中 一折一折地迅速捏好 一颗颗胖乎乎的包子 经过传统竹笼洗礼 变得香气十足Q彈饱满 豆腐香和菜肉香融为一体 我喜欢吃他们家的包子 只是因为它里面有豆腐 豆腐很新鲜 吃了之后那口感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市场上经常买到的是 什么高丽菜包啦 韭菜包啦 可是没有豆腐包 吃了之后 因为豆腐只要不新鲜 它就会立刻会坏掉 会酸化 但是够新鲜它才能够成为我们的食物 所以我喜欢吃它包子 它不油也不腻 然后蛮养生的 所以我看有时候中午也很多人都会来买 有时候我下午要来买就没有了 对食材的新鲜 对品质的保证 是李鸿宇给客人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承诺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战战兢兢的 因为我觉得我做的东西我要给人家吃 是保证人家是健康的 不会吃坏的 那如果有人愿意学 我很愿意教 我也教了一些朋友 他自己在家里做的 所以来问我 我都不常吃的 大方分享美味秘诀 不论是豆腐卷 韭菜盒子 还是葱花大饼 李鸿宇期盼来自东北的家乡味 可以传遍台湾的大街小巷 在台中的北平黄昏市场里头 有一家山东千层大饼 来自山东的老板娘 用半蒸半煎的方式 做出来的饼一点都不油腻 尤其香甜多汁的三星葱 吸引了满满人潮 所以这一家店到下午总是大排长龙 有多好吃呢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马上告诉您 有多好吃的大蒜 你能不能给您 我心里有多好吃的 那一家店到下午 在某个房子里头 尽量了一家店到下午 你会找到下午 你会找到下午